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起来越大越好 明白 你们这些小东西总能给我惊起 没想到这个男娃娃也带着一个封印 你们一共要四个封印看来都到齐了 我们千万不能让黑方得逞 准备好了 大锤 你带路 你一个人行吗 别商量了 谁也跑不了 先宰了 你这个小子 你太可恶了 君宝 他好像不是你的对手 大锤 大锤 带无忧走 快走 我们这是去哪儿 有条进路 我带你去 好小子 也就是我的功夫没练好 否则哪能让你如此的猖狂 别给自己找理由了 快走 快走 今天我就除掉你 结束这场战争 快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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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然被五熊未干的小毛孩子打败了 丢人 军宝 黑风怎么样了 被我打趴下了 太棒了 快点走吧 黑风大呼小叫的 估计一会儿 援兵就要到了 陛下 陛下 你刚才跑哪儿去了 你的法力太强 我要是不走远点也会跟他们一样倒霉的 臭 怎么了 陛下 不又被劫走了 怎么可能 那个军宝的身上也藏着个横印刚才打开了 法力很大 我的陛下 这下都到齐了 您怎么不下令追 你愿意追 你去追吧 那您休息一下 我马上调集人马追 我都拦不住他们 这回您就看我的吧 陛下 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山洞的 知道吗 我们有贵人相助 贵人 黑风国还有我们的贵人吗 当然有 而且这个贵人你还认识呢 我认识 一会儿 你就会知道了 你回去告诉军宝这里的情况 那如果见不到 那你就一直等 等到这场战争结束的时候 那等到什么时候 我有一种预感 这场战争就要结束了 那我总去吧 虽然只是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觉得好像过了好几年 宫主殿下 我们还是回去再感慨吧 我们怎么回去 大牛就在那边的白烟石上等我们 君宝 干嘛 一夜之间你好像长大了 你是夸我还是骂我 黑风士兵 那就是你认识的贵人 还没认出来 这是 怎么 一夜之间就变傻了 好几打击报复 我刚才可是真情话你的 谁 是我 公主 你出来了 你到底是谁 我们很熟 不认识我了吗 你们都长得一样吗 这是你的好朋友 1124 我们还请他吃过饭 给你吃吧 1124 是你 你终于想起来了 真是的 1124 看见大牛了吗 是那个大甲虫吗 对 看见他了吗 没看见 夜里上来的时候就没看见 被抓了 不会啊 晚上没人上山 晚上没人上山 快点 快点 他们跑不远 快找 无忧 你的侠义可以变成翅膀 快走吧 你能把我救出来 我却一个人跑了 我不能这么做 只要你回到陛侠国 我们所有的努力就都是有意义的 公主 你还是快点走吧 不 打开封印凭借的是勇气 陛侠幽兰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不为困难 要直接面对险境的精神 1124 还有没有退路了 只要一个退路 往上面跑 那就别犹豫了 走吧 这山我们过不去 从来没人能过去 上面不知道会到哪里 还是试试吧 还是试试吧 军师 军师这样不好吧 这么高的山不好爬上去的 你敢说不好 再胡说八道宰了你 不是 军师 我是说 为什么不用狐风搜索呢 狐风 为什么不早说 什么 去把胡风带过来 是 怎么把胡风给忘了 都被陛下折磨糊涂了 发现他们就给我进锅 死活刀降 快跑 快跑 这样逃跑 早晚会被追上的 看你就知道了 这么大个一步等于我们十步了 这样跑肯定不行 得想个办法先躲起来 只要我们能坚持到天黑 那样就有机会了 军宝 你看太阳他才起床的 有 有什么情况 有什么情况 快跑 你们俩太慢 公主 你带路 好 我到前面去看看 真好看 有的是机会看 快点跑 是 好 金宝 希望还能见到你 快点跑 不好 坏了 往这边跑 这上面有个山洞 来了 谢谢你了 1124 长这么大 一直都是哀骂 头一次有人谢我 如果我们在山洞的目标太大 他们一定会发现的 我们得往里走走 公主你说的对 据我的观察 狐风是不会进山洞的 我们先进去看看 总比被狐风抓到要好 好 好 太黑了 太黑了 没有光亮了 你们这都是什么宝贝 这个就是陛侠国的镇国之宝 难怪总打不过你们 原来你们有这么多宝贝 1124 你到底跟谁是一伙的 我当然和你们是一伙的 那我会不会成叛徒了 这叫弃暗投明 什么叫弃暗投明 就是放弃黑暗 投到光明中去 你没上过学吗 没有 我生下来就练习如何打仗 你刚才说什么 我从小就 你说你生下来 对 这有什么奇怪的 当然奇怪了 你是谁生的 我当然是我妈妈生的了 那你妈妈是谁 这个问题 我没见过我妈妈 那你们黑风国的人都是从哪来的 不知道 反正总有小家伙出现 奇怪了 难道黑风会产卵 我看不像 那黑风国的皇后是谁 我们只有国王 没有皇后 那不可能 他们在瞎撞有什么 报告军师 胡锋们报告 没有发现任何踪迹 不可能 这么快就没有了 你怎么回来了 军宝他们 没看到 半路我就回来了 半路 为什么 黑风的军队包围了我们约好的山头 山上还都是胡锋在飞 好像在寻找军宝他们 现在怎么办 张老 立即渡河 船只不够 有多少算多少 怎么了 张老 如果黑风追捕他们 说明军宝已经救出无忧了 至少说明他们是安全的 我们出击吸引黑风兵力 减轻军宝的压力 难道说军宝他们真的把无忧给揪出来了 不好说 我们只做该做的事 张老 莫然 你怎么来了 张老 皇后下命令 让我把所有的禁卫军都带过来了 那皇后的安全呢 皇后说 没有无忧和封印 陛下国就没有未来了 他自己不重要 我的陛下呀 陛下还有两句话 陛下说 如果无忧被害 封印也被夺走的话 他就让你马上撤军 为什么 陛下说 如果那样 以后的战斗也没有意义了 如果陛下国注定要灭亡 就让活着的百姓安享余生吧 公主你倒是说说 我们到底怎么来的 吉沙国有国王也有皇后 黑风国都奇怪了 我们还是不要探讨黑风国孩子是怎么来的了 那我们干什么 反正等到天黑才能出去 1124 你跟我回陛下国吧 为什么 没有你 我们救不出无忧 你是陛下国的恩人 所有人都把你当做朋友 不过我还是不想过去 为什么 你爱你们的国家 我也爱我的国家 我们这里虽然不如你们那里好 我们的陛下也很不好 可这毕竟是我的国家 我不想离开这里 你们的士兵都像你这样吗 都一样 我们之间能有什么区别 现在我觉得黑风国的士兵好像也不那么讨厌了 我们都很招人讨厌是吗 是的 也许是我们总和你们打仗 其实我们也不想打 是黑风陛下想打 我们没食物 跟着黑风陛下一起打仗 这样才能吃饭 看来黑风是坏蛋 其实有很多好地方 草木风貌的地方都可以住 为什么偏住在这里 黑风陛下喜欢呗 什么声音 天呐 这么多人就找不到 军师 陛下国大军正在渡河 怎么办 有多少人 说不清 看来真的要拼命了 快传我命令 马上集结部队 是 陛下 抓住他们没有 没有 还没发现他们的踪迹 他们是怎么进来的 从大门根本进不来 陛下 现在还有更要紧的事 又有什么事 不出所料 丢了无忧 陛下国真的来拼命了 你说什么 刚才得到报告说陛下国大军开始渡河了 这么说无忧他们还在这儿 我已经下令集结部队了 是进攻还是退守 退守 都给我退到城里来 陛下 这是能一举歼灭他们的主力的好机会 我刚才不得已才使用卫炼城的魔法伤了元气 如果没有我 天一那老家伙你们对付不了 明白了 太可惜了 不守 集中力量抓住无忧他们 我们就是赢家了 是 陛下 我觉得得进去看看 我看咱们还是别惹事了 1124 你们这有什么奇怪的生物吗 不可能 难道他支持他吗 还是去看看 要不总觉得不安心 走吧 我们的公主又来尽头了 真好看 没想到黑风国还有这么漂亮的地方 等等 有什么东西过来了 他们是什么人 不知道 好像是公椅 这里怎么会有公椅 是啊 没听说这里有什么工程啊 看看就知道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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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不了了 不好 难道那几个小子躲到那儿去了 可恶 刀相 他们不是士兵啊 你们过来 我有那么可怕吗 你们是什么人 怎么会跑到这个地方来 二十八兵团战士 编号1124 黑风派你来的 不是 是一不小心进来的 那几个小家伙是谁 我们这儿可没有这么小的人 他们是我的朋友 朋友 你还能有朋友 不错 你们都出去 我要和他们聊聊 陛下 黑风陛下不让 他说什么 你们还担心我跑了不成 是 陛下 黑风国怎么有两个陛下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第一次 看来黑风真是保守秘密的好手啊 那您是 还轮不到你问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陛下国的 就是那个大树的国家吗 是 那棵大树叫荣耀树 听说过那个好帝王 陛下 您是哪个陛下 你这个小家伙真有意思 什么叫哪个陛下 黑风国只有一个陛下 那就是我 黑风国皇后 1124 干嘛 恭喜你找到妈妈了 妈妈